宾城孔圣庙中华小学A校 是马来亚第一所现代华校 1904年 南洋首富清朝外交使节张碧氏 捐赠启动资金 这所现代化小学 开启了华文教育 在异国他乡的蓬勃增长 让大批涌入的华人新客 得以延续文化的相活 目前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 共有1296所 每年毕业的学生人数10万人 中学60所 每年毕业人数为4.5万人 在华人社群 华文教育依旧是主流 尊孔已是马来亚的巴巴和新客家庭 在文化上的共识 每学年进考场前 宾城孔圣庙中华小学A校全体学生 都会举行这样的敬孔仪式 文化传承的力量 在马来半岛上得到最真实的展现 我们都会带学生感恩孔夫子的教会 学习孔子的理念 概念的哲学 让新的一代的学生能够了解 知道孔老夫子的教导 事实上 从19世纪初开始 海峡殖民地的华人社会 以各种形式开展华文教育 感谢您的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